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企业发起来的核心解决问题 我们目前核心解决了这个CEC实质论文 然后也不止实施的问题 最后是组结和心态 那我们就先进入第一个部分 就是实验的第二条下 就是大家就是现在企业非常常见的一个架构啊 就是一个实施数倉和离线数倉的这样一个 内随满不到的这样一个架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最开始当然是有这个离线数倉 现在离线数倉也非常常见的 刚刚对时尚方法也讲了相关的SPARC SPARC是这边的这个可以说的王子吧 就是离线数倉非常异谈的一个计算机 然后它呢主要的特点啊 我这边先写了下面是离线数倉 其实它主要特点是一个离线的这样一个实验 比如说几加一个延时 这个机壳自贴也能够小时 这根据你的这个业务 然后它第二个特点是它的这个中间节目 特别查询对吧 就每一个层都可以有parade 都可以被灵活的adhoc 因为非常方便 然后它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的叶叶叶显 就按照天分区的叶叶 叶叶啪了一下这个这个 集群的这个使用率就上来了 然后最后一个特点是它成分比较低 相对比较低 你还可以 当然有了像Glutin这样的项目 它成分会变得更低 对 这是离线数倉 而且它是用俗乐程度的 所通用的这样一个carry 然后有了在离线数倉之后 大家当然是对这个 延时是不买压的 所以 Flink就出来来做这个实质数倉 基于这个tapka 像Flink的这个有状态计算 然后还有一个这样 实质数倉的这个秒级的演示 然后从天到秒级 这个体验显示 这个非常大大的一个 一个体验上的优化 然后万一看到这个 爽得更行 然后它 但是它也有 它虽然快了对吧 好处快了 但是快速也有些 比如说中间卡不卡 这个中间结果是不可查的 这意味着它其实是一种 纯粹的预触理的技术 万一只能最后一层可查 要输入要到最后一层 中间数据是不可查的 因为需要一个业务 就需要定制化的开发一套 这样的一套排不难 非常的麻烦 非常成本非常高 然后它另外一个点 它也是有些状态 长住了24小时 它用得更多的 是把一些的资源 把一些的数据人会大 那个理性的数据 其实是一个互补的这种状态 第四点是它的成本也非常高 大家可能 对 也要了解 就是虽然 虽然立刻在上面 比较公用的 那些也有不少问题 但是整体的 比如说虽然有些官表 真的非常好 所以企业上 通常只能 刚才实际上 八部分的还是有些数据 然后小部分 比较重要的业务 对吧 现在到了这个实施数据 然后重要的 它们高一点 不够任 所以 那 下面不太好看 下面一句话 就是有没有一种价格 能解决 能结合 二手的优点 就是说 不是说两个极端 对吧 现在就看下去 感觉就是两个极端 一个是非常快 等等非常高 一个是非常慢 等等非常低 那所以我现在做的工作 我的这个愿气 或者说甚至说 花花期太多的愿气 那就是希望能达到 这样一个近实施数据 能把目前的那个 领线数据尽可能的实施化 那这个实施化 就需要这样一个 存在数据了 现在是OES 写错了 三个OES 可能是OES 一档和一档 分成的这样一个数据里面 它里面的存储 应该是有这样一个 全量存储的能力 面前画了一个小 衔过来的那个 NCQ的东西 对 意思是说 这个存储 它需要有这样的 材料存储 披茶 披醒 对吧 也要人有这样一个 流血流口 这样的 所以它是一个 这样一个流批评的 这样的存储 这样达到好处 就是说 我现在就不追求什么 秒记也是 没有 那件事太贵了嘛 这个肯定什么 你知道吗 我追求的就是 分钟点 是 一分钟也好 两分钟也好 或者 这样 这样达到好处是说 我数据整件下来了 中间数据也可不可以查取了 然后整个 整个面路也是流动起来的 它也能达到一个很好 实施性 虽然表级 表级率都太高了 5分钟 它也是在一个长度 24小时 作业 它也可以跟 那里线有一定的 互补对吧 一个举行声说 我留意 我里线也好 里线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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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好 里线好 晚上 然后它成本 整天成本也是不大分 就是很中 然后它长得也只是很高 工学 所以 基于这个愿景 基于这个愿景 那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东西 对吧 需要有一个 所以这里我就回来讲 这个流济算 它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流济算的蓝点在哪 为什么Spark 它就不做大大的通用了这个流济算 也就是说流济算的本质 其实是大大的更新 你比如说 你说流济算 你马上来玩的Count 最简单的流济算 那本质是要拿到自己的Count 再加上最新的Count 再输出新的Count 这个这个问题 本质是更新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 增量的计算 所以我们再来看 现有的这个数据谱 就是 就现在不管是 AdWare也好 而它就是这个 估计也好 他们 在AdWare之前 也是我们 包括我 和共生在里面推 这个增量处理的这个能力 但是最后的方案 他们的方案 技术的方案 都是这样一个 增量下 全量的这样的一套方案 不管是AdWare的这种 什么 比例的Bire 还是Hoodie 的时候 就是Hallover 这个 设计上 它就是增量加 全量的这样的处理 它其实是更面向 是提出的 非常Smart 如果说 你有大量的分析的话 你会发现 每一次你要分析到 这个全量Pire上 你都需要做一次 权量的关系 那这个成本 就是很调整 所以整体的 写的方案 是自己的 那我们真正需要更新 所以有什么样的节目呢 它就是 就是右边的这个LS 目中的结构 我们可以说一下 然后CB1 Base 包括CK 包括什么 包括 有个小虫子 包括Dores 包括Rox 就是这种 变像石石 或者变像这种 牛的这样一个 这种 投赖的 或者产品 它们都需要 这样一个结构 因为LS 这种分层的 比如说分层五层 对吧 它的分析 带来的好处是 带来的是 它不需要全量的投资 全量的数据 也许一天 十天都不用动 只用动Miner 就是上面层的 这个March 这个March 这个血放大 就要小的过 然后 LS 那种也是这样一个结构 它可以让你在 这个血放大 涂放大 包括六层的 成本 新鲜度 差别延迟 新鲜度 其实就是血入的 那个 那个数字嘛 越快血入 越快快调 就是 在这三点之间 在血放大 我就问他能够有一定的水放 LSM 这种结构 是说得最好 所以就 一直就是 阿华级派荣 派荣是个什么东西 那就是 目标就是 一个Late format 加LSM 在一个湖深处 那能带来 这样一个流式水果 可能官网 它明确 它的动力啊 就是一个流式水果 它需要做到的是 高性的更新 包括流湖 电灯日资 包括高性的插水 是一个专门为CPC处理 流液涮而生的 希望能带给你们 这个舒服的 自动的 无散的流液 这个体验 那这个架构里呢 也就大概官网也有啊 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包括黑流血 流血 包括CPC的理解释 包括后面 各种各种程序 这就大概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我就进入第二部分 就是脉弓 CPC时的入口 这个入口来接下来看 我们也是 首先你要说 你要把这个整套的理性 都搞进去实施 那你首先解决的 可能就是入口 入口这个场面 对 现在在探索这边 就已经进入了 这个层数阶段 包括 I-SQL 包括 日子的这个入口 那包括 同程旅行当年实践 分钟级更新 能有这种性能 然后三倍以后 那接下来就是 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入口 方案上有什么差别 比如说传统的CPC 看CPC入口 那你需要 一个部件 一个全量表 或者一个增量表 那 每到一天 增量表 M区 准备好是后 对吧 那你就 用全量表进去 把MART 然后MART 成一个新的 增量表层区 那你这样就得到了 当天 这样一个新的 MART 就全量的换造 所以 它也不会就是 依靠这种技术 它维护了 全量表 和增量表 但是这种方案 带来个问题 就是 整体的这个 纯粹性能 和计算成本 都很高 因为你每天 都要学习的权料备份 以及每天都需要 一个权料 和MART 然后它联系 给什么 极加率也是 而且这个 合作是一个全量表 所以整体 这方案 就是 无论 效果也不好 那所以 包括这个方案 其实也回应 也可以回到 刚刚之前讲的 这样一个 增量和全量的技术 就目前的话 其实 isberg也好 或者 voody也好 也在做了一些 工作的 让这套方案 变得更简单 但是我想说是 本质上 它们还是能够改变 和增量 这样的技术 方案 和LiOS 还是改变上距离 那PiBIN入户的话 它建立到流程 刚刚到全量和增量的 这样一个分区 画了PiBIN的话 你就不用定义 这个分区的表 你只用定义 一个主件表 不用定义 一个分区 CDC的数据 通过PiBIN的工具 进入 StreamSync过去 然后是保持一个 比较高性能 这样的audition 以及它里面的File 也可以有 unhow of reusing 然后你只要在 这个技术上 我用一个 这个速度的进行表 然后每天去 针对这个表 打一个tag 这个tag就成为 一个自由观伺 来说什么 每天打个tag 那这个tag 就可以给理线用 因为理线需要看到 那个里面有很多的tag 那这样达到的效果 就是 这地方表 就可以多数使用 你可以查询 它最新的 实时的查询 它最新的这个状态是什么 你也可以查询 按照这个tag 来查询 昨天和前天的这个状态 然后你也可以增量的 比如说上面两个tag 之间的那个 infermented的数据 然后Python这边的话 也做了这个 一键CTC路 高性能入铺 高性能入铺 以及Python的纯属 因为Python这种 IOS的技术 我刚才讲了 最后一层 也是永远不会发生march 那两天打的tag 也是最后一层完全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它就意味着这些文件 都是被reusing起来的 不会说出现新的 这种文件纯属 所以可能你一个大个被子表 就是大了在一个表 你三十天的顺序 并没有多么容易顺序 当时的一个数据 数据的一个备份 或者说这样一个视频 一个inutable的视频 那slash show 是一直在被淘汰的 我们slash show太多了 我们的容易顺序太多了 所以Python就相当于是 告诉Python 你给我打个tag 这个slash show 你就别删了 别被这个有云误删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Python这边 屏幕的体验 就希望我们 进行这样一个 create table的时候 有一堆 有几个这样的文字参数 你可以来自立 自立的tag的这个 创建的这个时间 你可以定义一个 晚上十二点半 创建的tag 对吧 然后后面又可以通过这种 这种 时间旅行的这样的性格 就好 然后就要推荐的tag 并且你也可以定义一个tag 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只保存了 三个月的 先要爬到的效果就是 这个边 就是 那这意料参用 就是才会从 钢线数据 扫出tag 一时候 也可以扫出两个tag 正面数据 当然这里还有个问题 就是 就是这个tag 创建的这个时机 那可能在敌现的时候 就要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数据飘移 比如说 比如说 今天的数据 不止在今天出现 24点之后 也许也有昨天的数据 对吧 因为昨天数据还 开开 也许是慢的嘛 落到后面一天上吧 所以这个时候 你去打tag 对吧 你有可能打十二点半 那你就多了 半个小时的数据 又可能多了 大量的这个 今天的数据 我本来打 昨天的分区 又多了大量的今天的数据 那在因为 什么的数据 不精确的这些东西 这也是目前tag 方案比较大的问题 当然要求不高的话 你还可以有 对吧 但是如果要求高的话 我们后面也会 研发一个叫做 brunch的能力 brunch是什么意思呢 它可以 也是一个tag 对吧 但是它可以相当于 就是一个 可以修改的tag 这就意味着 你可以玩一个事情 就是 你可以比如说 在十一点五十 晚上十一点五十 打一个tag 对吧 然后你等到十二点半之后 打的是brunch 这个tag是brunch 我把十一点五十的数据 和十二点半之间的 这些增量数据 重新写到这个brunch里面 写的时候 下一个feel条件 就是今天的数据 是不一样 我只要昨天的数据 而这样写出的brunch 就是一个非常清确的 跟理解表 完全硬物一样的 其余这个硬物实现的 这样的精确的 这样的 昨天的这样的brunch 所以这样的话 会 它这个覆盖域面 会跟我们一起 那 除了tag 那后面就是cbc 我说派同这个是开源社区 我觉得是相当强大的一个数据基层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 派同在开源社区提供这种action的方式 那可以 满足的是什么 你可以直接写一个action 直接要跟分隔作业 就能达到一键入骨 这个 这个一键入骨 不是说flick sample简单写进去 而是中间的这些 你数据库有什么加烈 有什么改类类型 通通都在这个一键入骨当中 把这个信息 子里马一路 如行 把我派同里面 派同的表结构 也跟这方面变化 其实数据也没人都能 往里面写进去 那不单是单表同步 有整部同步 一个作业搞定三千单表 然后功能很强大 大家欢迎大家试试来 对 然后下面的话也是说 现在支持一些功能 包括MySQL的这个 即使那个fink的CVTR MySQL的代表同步 MySQL的整部同步 有卡不卡的这个代表同步 卡不卡整部同步 然后现在最新的版本 甚至还有Wango的这个同步 然后包括 包括这个同步当中 这个整部同步 是在胡适的同步 那边困 它虽然是整部同步 一个作业 但是其实很多sync 派同这边 有个非常大的个例子 它还支持这个combined sync 就是一个sync 可以同步上千单表 就意味着 你可以用很少的资源 同步上千单表 甚至几千单表 刚刚讲完这个tag的这个入骨 就是CCC入骨 然后这里就是 DAPT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派同在入骨 更新这方面 做了相当大的工作 包括第一点 派同默认它会 就是grind store 会主射你的鞋 一旦这个数据量 比较大了之后 它的kompassion 更不上速度的时候 但是捏捏调整参数 才会一个全一步的kompassion 永远不主射你的鞋 一个线程的后台默默的kompassion 非常的稳定 另外你也可以单独起 这个独立的kompassion 作业 甚至说后面 我们还会开发 这个整库的kompassion 就不只有整库同步 网友整库kompassion 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 也是动开kompassion 就是派同原来的版本是说 你要定一个kompassion 现在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kompassion 给负一 就会带来一个全自动的kompassion kompassion 很大的影响 那第三个是marge engine 派同时是公布的marge engine 这也是派同在后面 能再由继续发展下去的一个 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机制 你可以利用派同来驱从 你可以利用派同来度数更新 甚至可以在派同上定义巨额的函数 装一张表皮公布的巨额 你可以定义 bp派同提供的这个非常强大的 它能解决你数据的乱线问题 另外现在最新版本 派同提供的跨洪区更新 就是往往以前 有比较大办公室 就是数据库的可能出现跨洪区更新 然后数据库的目标 胡策鼠 它又没有跨洪区更新 但是这是马上来的事情 派同在最新版本 也以一定的代价来辞了这个事情 我欢迎大家使用这个 那最后这个第三部分就是讲 就是刚刚讲的就是 他们也不止入国啊 就是这些要比较近期的派同社区 对 派同到 派同是一个 也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项目 这个是去年开始的 就2022年开始的这样的项目 然后2023年 今年3月份 进入了这个派同社区 派同社区 对 然后进入之后 然后就突飞猛掌的 那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贡献者 这也是 阿华奇社区真正的这个 强大之处啊 可以认为去年还是我们自己人在那 搞啊搞啊 然后进入这个之后 大量的这些贡献者 现在已经超过93贡献者 在这个YouTube啊 就派了3月的 包括生态 包括原数据 包括合并性 包括内核 包括入口 都带来了大量的能力 所以非常感谢 这个社区的这些小伙伴 带来了这样一个 发生物的生态 然后带这个0.4 包括今天发布的0.5当中 把派同的各场景 带来也 也 全面可用 和再加上 就是 全面生产可用 整体派同社区的话 它有个研发块 这辈子 然后想定义 非常的及时 那后面介绍 派同的另外的几个场景啊 就是刚刚也讲了 而且第一 而且其实就是数据 打官的那种 它叫audition 派同在这边 因为 flip streaming 它在解决 双标准 join的时候 是流世界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甚至说是 Olaf世界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派同在这边 花了大量心思 在解决这个问题上 比如说 最普通的就是用 flip的双标准 这个程度很高 派同这边也支持了 这个Luke of Join Luke of Join 当然问题是 微表平方开心 只能主要出动一次的 这种开心 那你如果多满多的话 你也可以用派同 这种 Parsha Validate 只要有相同的主件 它就能带来一个 非常高性能的 这样一个 Parsha Validate 打算的问题 甚至说 这个Parsha Validate的表面 还可以理解 这也是派同 新的独特这样的 能力吧 然后最后 这个微表的外线打环 现在也正在 研发当中 相信很快的未来 就是不是太大的 这个微表 也能带来 这个外线打环 并且微表的更新 也能同步到 最后的Parsha Validate 的变化中 Cofusor即将到来 那这一部分呢 也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派同的消息 对面期待 派同他做了一个 比如说去一步 这个这个场景 也是派同的核心场景之一 就是你可以把派同的 图案的表面 不低于TK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派同表 当做一个卡不卡的系统 它在这个分钟级的 这个利诱上 来替代卡不卡的 某一些场景 对 就是利用法 把一个部组片 然后定一个Parket 这个Parket 这个Parket就等同于卡不卡 而信价 然后它做到一个非常 难得可贵的这样一个能力 是它严格保序 它的顺序 你写入顺序是怎样 把输出顺序 读取数据 顺序也是怎样 它做的是跟卡不卡 一样的保序的能力 也支持Orgmark 对写 也支持这个 自动核心小文件 就是你写入了 自动别的 核心小文件 而且能做到这个保序 这个保序也是以前 我们在 Azberg社区想要推荐的 这样的事情 但是后来 通过一些设计上的 生疏 没有成功 在Azberg社区搞定 对 因为Parket这边 也是支持像 类似于卡不卡的 无论ID的 ConsumerID的 这样的配置 最后一个能力 就是Parket的 尼现场的期待 尼现场的期待 其实对Azberg Nerta Hooly来说 它都是一个非常 就是强的这个能力 那Hive来说 虽然在 主件一个 包括在Q上面 有很大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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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啊 Hive也有这个 这个理线表能力 你只要定义到 5主件的表 并快可以了0-1 你就可以把它当做 一张Hive表来处理 它就是一张Hive表 支持这个 K2P系 也支持这个 Fling的这个 流毒流行 包括在Fling里面 可以自动 Fling的小键 和免受这个小键的扶扰 它也支持出 虎神主的特性 包括Dead City 包括ACID Time Travel 另外现在 ZO的软件 也即将到来 RPR 就是RPR 就是RPR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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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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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那最后一部分就是 这个 总结合 C 總結合姿態我們剛剛其實介紹的大概就是三個方面 就是第一是這個流氏 無計算新式也就是一個新的架構 現在時時架構 時時速上 比線速上也好 中間其實是缺了這樣一個比較大的這樣一個概念 然後中間是缺了這樣一個近時時速上這樣一個概念 然後派弘作為這樣一個流氏速於虎就是來填補這個扣板 對 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介紹派弘這個核心的秘密 也是現在非常成熟的這樣一個方式 叫做CBC入口 對 它可以讓你這個大量的MySQL表 非常方便的狀態同步到這個核心當中有非常低的成本 然後第三個是派弊上的大海派弘社區 現在在各個方面各個功能都在突飛往進都在往前走 然後包括跨面 包括流毒 包括消息追蹤替代 包括離線角替代 都在都在有一個陳述的這樣的初次版本 所以通過上面前三這個 這個要說的結論就是它流線的基本陳述 就是這個Streaming Lake的這個優選 那介紹完這麼多之後 那就是大的這個願景啊 這個剛剛說的這個進食是出一張這個是什麼東西 對吧 我們就把它叫做這個 解剖派弘這一點就把它叫做Streaming Lake House Streaming Lake House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 當然 Lake House是Devredible對吧 這是 Lake 上也能做很好的分析 是 Lake 湖和艙的一個結合 類似於湖艙一起的這個感覺 然後它整體派弘來 參與來的話 是想看到一個Streaming Lake House的一個 進食是 Lake House的一個架構 它有統一的這個序幕存屬 有統一的格式 有統一的管理 然後整體的話是可以通過Spark 通過Flint 甚至Spark 把這個派弘的數據實時的流動起來 達到這個分鐘裡的延遲 然後在這個基礎上 然後它可以提供給這個 Stars,Norals,Norals,Computer 之類的的查詢 可以查詢到你的數據 可以Irboard的查詢 一層數據 也可以通過Spark的派弘中 WinExpress來查詢 它是一個面向全運行合作的 然後在其中的Flint 可以提供的 有的非常好的提升 這也是 派弘最開始像 Win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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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好的提升 不止如此 Spark也和派弘中 非常好的提升 我這裡沒有展開提升 但是Spark在最新的這個環境當中 做了非常多的 Spark派弘中 Spark派弘中 做了非常多的提升 包括Spark支持這個P毒P血 包括Spark這個流毒流血 都在派弘中得到我自己 Spark流血已經進了 Spark這個流毒 就是魏晃東 但是非常一定有了 相信在最新的版本 大家就能體驗到這個 不止Flint的這個全面流血 Spark也變成流血 而我的分享就是這些 希望能給大家帶來一些收穫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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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问题就是 你看到做那个换损是可以 避免一些路面 然后也是会不及格的 我想知道这个产品在哪里 这个产品在哪里 对 这种产品基本上都是在 就是优化成本的这样一个 或者叫同一个架构的这样一些学者 就比如说 你觉得卡夫卡太亚运维了 卡夫卡成本太高了 卡夫卡作为这样一个神殊 它只能保存 比如说大部分的人 可能有些不肯成的那种说明 就是比如 它只能保存最近 比如说7天 或者说最近3天的这种数据 再导入数据就没了 查不到啊 那派弘作为这样一个分钟离器 在卡夫卡里 如果有写这样一个场景里 他在这个基础上 他把这个所有的数据都缠结下来了 至少是7年前的 一个月前的这些数据 都能查 对 谢谢 还有其他部分已经 老师你好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 然后就是刚刚您讲到就是 基础派弧文 这个 这个 这个能力 然后它是基础派弧实向上 还是基础派弧 就是基础派弧实向上 基础派弧实向上 基础派弧实向上 因为在那个像 iFBug这样的 也以前 然后它可能 在 iFBug的这个 这个模式下面 然后它需要一个 那个 DV的文件 加那个 DLF 一些合并的机制在 嗯 那是不是说 这太可 然后我基础派弧就是一个 比 以 以限 好几个技能 还是说 基础派弧实向上 稍微的时间 嗯 最重要 对 首先 首先我再拉的比较前一点啊 就是 就是这个派弧 首先啊 派弧整体的架构 我也是之前找过 iFBug 一段时间的 我也非常喜欢iFBug 所以这个派弧的 基本的架构也是 跟iFBug的 slip shop 你没有什么slip shop 那么架构是类似的 所以 没 所以你可以用来 time travel 本身就是基于slip shop 来做的 你可以在不断实施的 产生这个 直接走在产生 不断slip shop 只要slip shop 没必要 那你就会自信 我们slip shop 去time travel 那派弧 其实就是 对slip shop的一种映射 那只是记录某一个slip shop 对对对 不要把我删掉了 就是这样 所以本质上 还是基于slip shop的time travel OK 所以就是 还是一个 基于这种 增量快速照的模式 这个tack只是 基于某一个快照 然后去做了 对 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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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对 对 Hooley也是主打的 CPC 他也讲 他能够到 比方说 近视时的 增量化实 嗯 可是他存储可能 像 你那种 LSM 对 你能介绍 就是 Hooley的这个 一些 区别 对 就是 Hooley这边的话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它其实最开始 Hooley 可以名字可以看到啊 最开始 Hooley其实是 Hive的那种增强 就是 Hive我们讲的 Hive的架构 它是很具有这样的 MARGE的这样的 它只能全量到MARGE 所以 Hooley在这边做的 创新点 你的创新点 是相当于是 每个File Hive是 一MARGE就是 增量和全量 全量一块个File 增量一百个File 然后进次 把它重启 那Hooley 相当于 在这上面做了一个 一个提升 就是我在 MARGE的时候 不缺MARGE 全部File 我上次 我通过 一个Index的手段 在写增量的时候 我在全量的技术 大概File的技术上 去创建 它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 那个就是 对应的这个Log Log 对不起 奔跑了这个Log 所以 它在这个技术上 但是它本质上 也是一种增量 要全量的 这样一个 一个设计 那这样的设计 有什么大好处 就是说 你这个增量数据 少 那是非常好的 这张数据少的话 这个性能是很好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增量数比 一旦稍微多一点 那就是这个Log 多一点 这个Log Everlox 这个Log 无序的设计 这种MARGE 性能是非常差的 它需要这个大量的Log 这个Log 这个Log 这个MARGE 这个MARGE过程 如果大家对 有所体验的话 它就说 MARGE L-ray的图计性能极差 COPY 的写入性能极差 它是两个极端 对 其实跟今天的这个 实施数据和离线数据 有点类似啊 都是有两个极端 但是缺少一个中间的状态 保证这个写入性能 你还可以 无序性能 你还可以 所以就是Log 这种节奏就是 目的就是来解决的 它不会办 它不会办 按列 按列 按列它也是 也是可以做 这个列的projection 你想想这个 比如说在Log 它每一个SZT 其实是对应的 pocket 或者ORC的fire 在MARGE的时候 读的时候 MARGE它是一个 所有的 已经说 团序好了 对吧 做一个排序好的 这种MARGE RAID 就行了 这个MARGE RAID 在里面只是多了一点点Compare 多一点点Compare 的同时 如果你只差去几页 对吧 我MARGE的时候 我只需要PK啊 只需要PK的Compare 比如说一百页 对吧 只做两页 那我现在多了 就是两页加上这个鞋 其他页都不容易 所以也能做到 这个 而且是图形上的效果 我问你 你底层也制装了 一些 鞋船加航船 其实 对 默认是全鞋船 就是 这个图其实 是来自RossDB啊 这是 你别认为 Pyp它的 基础思想跟RossDB很像 但是 它里面的这个SST文件 全部是替换成这个 排序好的 ORC 或者排序好的 Punker文件 那其实Pyp的整个 LOS的设计 有点像 CK 有点像KHouse Stars Stores 这种感觉 对 就是LOS的加益 什么那种输核 谢谢 谢谢 下来再教育吧 有点赞 100 我脢的 我们